我是来自绿城南宁的萧迪 别看我个子不高 年龄不小 那么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 你们看得出来吗 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想求一份 关于培训类的工作 我希望能够在深圳 或者上海一些大城市工作 谢谢 这姑娘一亮相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形象给我带来很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清爽 而且笑容也特别好 为什么大学老师不当啊 因为我想换一个城市生活 你够潇洒的呀 对 这要举家搬迁 这是一件大事 其实是因为就是我的爱人 他现在在深圳发展 所以我想去深圳工作 那你今天是一定去深圳是吧 深圳或者是一些广州 大的城市都可以 那不是两地分居 他希望我去大城市发展 他不想跟你在一起 不是 因为他的生意 可以去大城市发展 你有孩子吗 我有 我孩子在日本 多大 两岁 在日本 对 不需要我带 所以我叫 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是呀 那怎么会他在日本呢 因为现在就跟奶奶和姑妈在一起 对 两岁正要亲妈陪伴的时候 就希望他有个比较好的环境 我觉得这妈心真够大的 孩子两岁 几岁开始去的日本 一岁 一岁 你说爹这样还可以理解 因为男人都那德行 但娘不会这样啊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愿意的 但是 就是 谁做的决定 送人去日本 我爱人 你是想把他留在身边的 是 你要给钱吗 我要 所以 一个月要给多少钱 我和 我爱人一人一半五千 一万块钱 对 不然你怎么是 一两脑子都没有啊 你不把他接回来 你不怕他 真的回来不认你 而且跟你的文化氛围 也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我有担心过 所以我前段时间比较抑郁 是 真抑郁 真的抑郁 那你把他接回来吧 没有这个能力 目前没有 你有什么没能力 你今天要求薪水多少 目前我要求的是三万 三万养不起孩子啊 看怎么养 怎么养都行啊 你都养得起啊三万 并不代表孩子不在我身边 我就 心里面就没有孩子 甚至是我的心 可能会牵绊孩子更多一些 因为毕竟孩子不在身边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 主持人和教育培训类 对 哪个是第一诉求 教育培训类 那你今天是描着 哪个在线教育来的 袁东市 利昊阳市 是你要准这两个吗 还有甲军 对吧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是在深圳的 这 哈喽 你好 她 是 她是做女性成长的 对啊 你原来是教什么的 心理学 我觉得 也配得上 那倒可以 你要求薪资是三万吗 对 是 底薪不低于多少 两万 你是什么都能教吗 我教的东西还比较多 比如心理学还有什么 比如心理学 然后礼仪 你教过礼仪吗 我教过礼仪 我在大学里面 谁在做词不好看 嗯 看看 不要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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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特意摆一个那焦张的姿势 来看看谁的 谁的礼仪不对 我可以直说吗 可以直说 当然要直说 就我觉得现场的女士 做的都比较规范 啊 酷 然后男 男士的话 可能她要展示她 呃 比较个性的那一面 所以就各种都有 啊 主持人呢 主持人是想主持什么 呃 主持 我有主持过一些商业的活动 哦 嗯 你来 来一个开场好吗 飞你莫属十周年 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飞你莫属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12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 让我介绍一下 嗯 开场完了 我说十周年 哦 十周年 你不是说商业 啊 今天是我们的十周年商业 飞你莫属商业活动 是商业活动吗 我忘了 你主持的时候旁边还一直有人在这儿 是吧 还一直有一个人在这儿 他是个面试型选手 样样通 但是样样凶 并不精 来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还有 气盏灯 天生 我也猜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想问你 在五八道家里边 有很多离枪背景的母亲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给别人当保姆 当这个家政服务人员 那么你跟他们讲一讲 怎么去应对 离枪背景的情况下 他们心里的障碍也好 压抑也好 抑郁也好 怎么解决他的心理问题 他哪讲得了 你愿意接受这个考题吗 你可以放弃 哦 我可以讲 来 两分钟 好 嗯 离枪背景的母亲 肯定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或许是因为经济的压力 或许是因为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那么他们来到一个大城市 或者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思念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孩子 那这个时候他唯一的信念就是 能够挣更多的钱给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教育和生活 这是一个作为母亲的一个信念 嗯 如果他有这个信念的支撑 我相信他能够克服内心上的一些恐惧和不安 甚至是 嗯 我觉得人应该是有希望的 尤其是母亲 她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还有更好的环境的成长 OK 很遗憾 我觉得你没有同一理心啊 我就 其实你是从你个人出发点来说 只要你是能挣到钱 其实能帮让他有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生活 很多的母亲 离开家庭的时候 她都有心里的抑郁情绪 你没有帮她排解这个情绪时 她其实真的 其实我听到她那个 我第一场就没登了 我就做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孩子 认为靠别人改变孩子这个教育的氛围 而你把所有东西都给到外面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是应该知道 这些背景理想的妈妈们 她内心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不说她没有长大 我觉得不太客气的时候 就是心自完全没有成熟 你觉得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 他所有的目的和行为 只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 生活环境和学业环境吗 一方面是这样 还有什么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希望有机会能够带孩子 去大城市生活 还有吗 最重要的也许就是 他另外一半不给力 还有吗 还有就是 他自己想改变他自己目前的状况 还有吗 最关键的就是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把一家人的状况都改变 还有吗 还有 你之所以想不到这一点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一点 哪一点呢 所有在外面离乡背景的父母 应该给孩子传达更多的是精神力量 你看 我没有更高的学历 我觉得你缺失最基本的责任感 教育 我觉得你要反思一下 就你自己是学心理的对吗 然后呢 刚才你自己的那种表现 像段总跟你说的那个事情 你跟那些妈妈们讲话 本来你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对不对 你首先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其实你也有那种离别之苦 是不是 那比较能够让别人拉近距离 不要高高再上了 你好像再给一批训话一样 对不对 我说了 其实这个问题 你是不方便回答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她没有真正意义上做过母亲 最难带的那两年 其实你没带 其实关于孩子的问题 我们得到的还是知言骗语 所以我们很难去知道全貌是什么 哪个妈妈不想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呢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追 反而的话 我们应该给她一些空间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很柔软的一些东西 不愿意别人去触碰它 因为触碰它会疼 所以我是刻意地要表现冷冰冰啊 甚至是有些洒脱啊 去掩饰我真正内心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还是回到刚才说做老师的这个事上来 刘婉晴 对于她刚才的这段表达 你打多少分 不及格 完全不及格 你完全没有站在一个心理咨询师 也没有听懂刚刚断肿的问题 所以这段是完全给你拉低所有的分的 我甚至连一点专业都没有看到 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 然后同时作为礼仪培训师 你今天出席来面试的这套着装也不合适 怎么了呢 哪不合适 漏肩了是吧 对啊 你觉得你自己问她 你觉得你今天穿这件衣服来面试 你觉得合适吗 站在职场面试李懿来讲 是因为我没有带衣服过来 我是直接从上海过来的 上海还在旅游 我就直接过来了 好 这是借口 你明明有礼仪的专业 你完全可以在上海的机场 买一套衣服也可以 你明明知道你今天就是来面试的 你还想面试李懿老师这个岗位 所以你展现的两个专业 我都没有看到 所以你根本在这专业上 就不值这两万块钱 其实我现在有点严重怀疑 就是萧婷你上节目的意图 到底是什么 是找工作还是来刷你个人的存在感 其实虽然大家都在苛责你 其实你性格还好 你性格还蛮好的 他到现在这个情况 他还能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他还挺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心里没事也挺好的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中了五千万你会立马辞职吗 说实话 这个问题我给你改一下 中了五千万你会干人吗 如果我中了五千万的话 我也许 我会 买房子 可以吗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蛋糕店 我比较喜欢吃蛋糕 所以我也想尝遍世界各地的美食 你再说还有什么心愿 再说 其实我就是前段时间 我就是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周游世界 然后做一个旅行美食家 还有吗 还有心愿吗 还有心愿当然就是 就是我儿子就是陪着我一起 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是最幸福的 好 请分析一下她的情商 不是情商高或低的问题 这个是心智不成熟的问题 就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 其实你没有解决掉的问题 但是你一直把它放在那儿去躲避 比如说其实你应该去承担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把孩子接回来 但现在呢 用图里老师说的话 就是性格很好 很开心 然后自己想完孩子以后 想的就是我要旅游世界 我要做美食家 我觉得这还完全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状态 就有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 它说心智成不成熟的界线 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直面人生当中的问题 我觉得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 是因为没有直面过 这姑娘快乐就好 咱们别操那么多心了 对 我觉得她这种状态她真的很快乐 很快乐就好 对 我觉得挺好的这种状态 千万别害 就这样吧 不 我现在 我告诉你啊 我理解了 我终于理解了孩子为什么没有在她身边 她不想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姑姑要照顾她 因为我还是孩子 对 因为她还是孩子 我终于理解了 我也理解 不要怪别人了 她在整场下来提到她的小孩 其实是非常减分的 后面其实我们也知道 她自己也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 在她的职场上 可能也会反映同样的问题 她对她所有的东西 并没有深刻地研究下去 那个第二轮我们要选了 你还想说点啥 我不管就是所有的老板 对我的意见怎么样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和生活的心智都是不同的 如果老板觉得我目前的状态 能够适应你们公司 或者是发展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好 第二轮选择 薛果磊